OK 好來 接下來 這是誰的呢 怎麼說 其實這個事情它 這個是我的故事嘛 然後這件事情呢 其實講起來是挖洞 但其實當下是真的滿恐怖的 簡單說那個時候我單身 就好幾年前 那後來呢 就是反正我朋友就看我單身 就說我大概知道 你喜歡什麼型的女生 然後也大概知道 你喜歡活潑開朗的 然後呢 他們就一群朋友說 那就約了我一個朋友 約他們的一個朋友 一個女生說想要介紹給我認識 然後當然也有先看過 就是IG啊什麼 就其實滿漂亮的 都OK 都OK 然後粉絲追蹤也是滿多的 然後就感覺不錯耶 可以介紹認識 當然當下其實我沒有想太多 我就單純覺得就是 先認識再說 然後我們就約在了 某一間餐酒館 然後到了之後 然後就是大家也都聊得很開心 我朋友就說 欸欸欸 我跟你講 你現在這個時機是最好的 因為他剛分手 他還在情商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那個 趁虛而入 對 他說你的 趁火打擊 你的暖流 進入到他心中 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對 突然就是 就 可以有機會 男生真的好亂 真的 握號 沒有 不好意思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這邊有女生 對啊 一整排在對面 我們在想到以前我們的經驗 原來是這樣 我們來原來我們都被騙了 我們都被騙了 就是我們 我其實不是那種就是 我要對你做些什麼 就是我單的就是想 會不會是一個好對象 可以交往進一步到下一個關係 後面講這也沒有用的 我們都知道了什麼 我們不回來了 沒關係 我們都聽到了 你繼續講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女生感覺 外表聊起來也活潑看 那我就覺得說 那還在情商當中 然後就聊嘛 來來 我們就喝了幾杯酒 然後喝了幾杯酒之後 他的酒意就來了 然後酒意來的時候 雙頰泛紅 最恐怖的事情來了 他就說為什麼 他要這樣背叛我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對我 我跟你講 今天我如果沒有殺死他 就是我自己去死 我跟你講這個當下 我那時候聽到 我只覺得就是 大家喝了酒 然後講一些心裡話或什麼的 然後下一秒 他是直接就把刀子拿起來 我跟你講這個超級恐怖的事 他坐在我的這一側 他刀子拿起來 我余光瞄了 而且他刀子不是這樣拿 他是拿這樣子的 哇塞 然後他的左手就伸出來了 然後下一秒 那個時候我就看到 我就哇靠 然後趕快抓住他的手 他就直接在餐廳大吼 他就 讓我死 真的是這個狀態 我就哇 然後我就嚇到之後 我就趕快把他這個刀子 趕快搶過來 然後他的動作也很快 他就拿了叉子 就直接就下去了 天啊 當下他就坐在我左邊 然後就直接 然後他的所有的朋友也都嚇到了 然後我也嚇到了 然後就趕快把那個叉子拿走 然後趕快 因為他有那個 因為那個叉子是他吃過飯的 然後所以可能比較髒 他就趕快就 兩個女生等一下帶他去洗手間 趕快就是 那個會破傷風耶 對 趕快去就是用水來沖 然後趕快洗 就是也安撫他的情緒啦 然後我就問我朋友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他就說對 就是其實他的情緒 是常常會這樣不穩定 怎麼會胸胸肌瘦 然後因為他覺得我可能這個人 就是滿好的 有機會 如果我跟他交往的話 看他能不能改變這個點 那你是要安慰他怎麼搞到後來 他變成拿叉子在搞自己了 沒有 就是 你也是衰咖 對啊 然後因為 而且是朋友都知道 他個性就是會情緒起伏 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沒有人跟你講 對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可能因為 好 我平常人也比較好 他們可能說 可能如果他跟我有機會交往的話 那可能我也會可以幫他到這一點 對 然後我又可以逗他開心 後來結果他從廁所出來的時候 還是一直在哭 哭的時候 因為他那間餐廳很奇妙的是 他的刀叉 那些都是放在廁所的 出來的一個轉角 他看到 他又抄起一把 刀叉 要撥 然後同行的兩個友人 就看到就趕快再拉住 然後所有刀叉 全部被撥到地上去了 然後他一樣又在謝士弟弟 那我說天哪 現在這個狀況 是在拍節目嗎 你是來相親的 就我想說這個不太對吧 對 你本來去一次要相親的 對啊 你來相親的變成這樣 變成明顯節目 對 我想說 應該有高機器吧 有高不吉利的啦 對 然後我就 蓋鏘模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他又開始在吼 然後其他的客人就受不了了 那當然其他做的客人 也可能喝了一點酒 就說這是誰的 他說這是誰的朋友 還是誰的女朋友 拜託管一下 帶走好嗎 我的天啊 然後我跟你講 我們同桌的所有人 全部看著 比你 看有什麼 這是你的工作了 其實看什麼 變成你是罪人耶 人家還以為 以為你是他男朋友 對啊 你搞到嗎 你是第一次認識他 你倒楣耶 他第一次見面 然後那個朋友就 天啊 好丟臉喔 這樣你倒在 什麼意思 帶走 蛤 你還敢帶走 要鬧人命嗎 你當場沒有聊正一遍 變柯文哲 不是啊 我想是這樣 你這樣在台北市 我小青叫那個 那個警察大隊 把你給帶走 我想是這樣 你看 因為大鬧人 餐廳秩序 阿格里 不是啊 對啊 這個真的是阿格里 我朋友是 這個是阿格里 你看 好像 好彩虹 我想是這樣 對啊 這個論文 算了 不要提這些事情 還沒看靠近 對 好 這個我怕再 再聊下去 那個主題會整個都變了 因為聊到 聊到2024 好 我就 因為 好了 男生就好 我就把他拉走 拉到樓下去 那我就想要好好的跟他聊一聊 結果下一秒就是 他直接衝到馬路 我拉著那種 我第一次發現 其實女生如果真的 要全力衝 是真的很難拉的 結果真的是雙手 趕快把他拉回來 而且歇斯底里 對 然後後來 他介紹我們認識的那個朋友 他也下來了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在樓下 就是一直在安撫他 我們約了9點多 安撫到快天亮 天啊 好累喔 然後陪他聊了很多 然後最後才把他送回去 送回去之後 我就再也不跟那個朋友聯絡 因為我覺得你 你都已經知道 就是他可能會 狀況不好 對 但是他也說 他說他第一次見到 他這個狀況 是因為他可能喝酒 因為他平常很少在喝酒的 然後他也是 第一次看到會是這個樣子 好好一個相親 確定的 對不對 整個毀掉 沒有 剛分手的女孩子 不要去跟他們相親 人家還在療傷 對 沒有 可是男生一般都覺得說 趁血的路 可以趁火打結 對 壞人 也不是趁火打結 就是我覺得 就是搞不好比較有機會 而且 對 壞的想法就會遇到壞 對啊 壞想法就壞性差 因為你 因為你出發點就不好 邪念 我不是說要幹嘛 就是單純就認識 人家才有機會 難道沒有一點點 想到這件事情嗎 我跟你講沒有 真的沒有 最好是 還要認真的 還想罰 把人家罰罪 就罰個爆料 不會 所以這就是暴力 你本來就變瘋子了 對啊 還要照顧他 因為這麼容易就攻擊我了 你看你真的越來越像 很像 好厲害 這是另外一個路耶 真的 不是啦 這個 這不是我的問題啦 都是我只是想 單純認識女生 就是交往 我沒有想要幹嘛 真的很像耶 遞上眼鏡 真的 你們不要抹黑我啦 那佩琪姐最近還好嗎 我們今天是聊正事 沈玉琳的節目什麼 怎麼那麼難 那麼難聊啊 厲害 厲害 對 我是真的啦 是真的沒有要幹嘛 好啦 OK 後來你也是把他安全送回家 對 還有現場裡面 也遇到正義魔人 正義魔人以為說 你害這個女生這樣 然後就還扁你 那你就更長了 我又坐他旁邊 對啊 所以就比較 有一次我們在熱炒店 然後那一對情侶 那男生不知道講了什麼 那女生一直痛哭流涕 我們以為求婚成功 還站起來鼓掌 嫁給他 不是 那個男生跟他說要分手 所以女生在哭有時候很難分辨 對 有時候就會 聽錯或看錯之類的